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邱医来了 我变美了 大家好 我是邱医师 好 我们今天要回答一个问题 就是现在春天到了 我们春季减肥 那么该多吃哪些蔬菜或水果 我把水果也加进去 因为这个是我们日常生活 一定要补充的营养的 营养素之一 好 那么 大家在决定要选什么蔬菜或水果的时候 一定要知道要把握几个原则 对于我们的健康跟减肥 比较有帮助的 第一个原则就是尽量选当季的 换句话说 当季盛产的水果 比较新鲜 同时没有经过加工保存 对于我们健康是比较好的 那第二个呢 在选择的时候 如果为了体重管理 体重控制 当然一定要选择纤维素多的 那么糖分少的 升糖指数比较低 那这样的话呢 就可以呢 达到这个减肥的效果 那邱医师帮大家找了 春季盛产的有几种水果 我给大家念一下 就是包括 脸雾 番石柳 山药 甜椒 芋头 番茄 枇杷 南瓜 地瓜 奇异果 羊桃 草莓 芦笋 芦笋 茄子 这些东西 那在选择的时候呢 邱医师给大家建议 就是说 高纤维 低生糖 跟低糖分 这样的水果蔬菜呢 对于我们减肥是比较有帮助 对 那但是还有一个重点要跟大家讲就是说 虽然说要多吃这样的蔬菜水果 不表示这些蔬菜水果没有热量 什么意思呢 就说 如果你以为吃这些会让你瘦 那你弄错方向 变成说 哎呀 在三餐以外呢 又不时的拿这些东西来吃 其实啊 这样子会让你 因为所谓低热量 帮助减肥的蔬菜水果 是指你用它来代替高热量的蔬菜水果的时候 你才能够达到减肥的效果 例如说 你本来要吃高热量的酪梨 那你现在呢 用低热量的番茄来代替 那这样子 同样的量进来的时候 你的热量减少了 你才能达到减肥的效果 所以邱医师在这边给大家的建议就是说 以春季盛产的水果来说呢 你应该多吃 番石柳 多吃这个番茄 或者是一些奇异果 也可以考虑 好 那么以蔬菜来讲呢 你就应该多吃什么 多吃低热量高纤维的蔬菜 杏鲍菇 例如这个洋葱 甘蓝跟南瓜 那这些都是比较纤维之多 对健康有助益 同时呢 对减肥也有帮助的 好的蔬菜跟水果 所以以上提供给大家做参考 想知道更多科学瘦身的知识吗 请上网搜寻爱瘦美 还能什么 赶快加入吧